你是一个最垃圾的辅助练金术士 只会配置药剂和治疗术 队友嫌弃你太积累 无情将你抛弃 滚 你这个只会做药水的废物 我们找了个圣骑士大腿 比你厉害多了 能扛能奶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你已经偷偷掌握了 竞术人体练成 只要帮别人治疗 就能复制对方技能 今天是你们小队 通关第40层副本的日子 本该是庆祝的时刻 你却被三位队友告知 对不起你被踢了 要知道 现在退队 就等于要从第一层 重新开始爬 你两年来的努力 全都化作泡影 可眼前的三位 一个是金陵帝国的公主 一个是法师台医院的女儿 还有个 更是当今马利亚王国 健身的徒弟 任何一个你都得罪不起 给他们当辅助的这两年 你不光负责配置药剂 还得负责装备设计 制造在他附魔 甚至制定攻略 定制路线 照顾三位大小姐的生活起居 可就算是这样 每次回程后 还是一顿口诛笔发 说你是个只会吸血的 臭酱油辅助 没有任何作用的吊车尾 你这个辅助 大家的默默付出 从来不会被看到 痛 太痛了 你看像女法师莉莉丝 只有她会对你 时不时表现出关心 可即便是她 也只是一脸绿茶地看着你 对不起哦夏儿 你是个好人 就这样 你凄惨对对 连行李都不给拿走 回去的路上 莉莉丝发现 平时的蓝药用完了 为了继续榨盖你的价值 她悄悄跟上你 反正你这种舔狗 只要对你撒撒娇 你肯定就欣然把药剂送上 可这时候 有个女狼人找上了你 莉莉丝惊讶无比 这一家伙 不是战争包里的会长卡吉吗 出了名的狂战士 他来找你干嘛 可下一秒 卡吉居然跪在你面前 夏儿先生 请无比帮帮我 What 这还是那个杀人不扎眼的狼人族吗 也不知道你在他耳朵边说了什么 小狼女脸色娇羞 和你一起朝旅馆走去 给莉莉丝都看傻眼了 原来是她的一个队友 受伤严重快死了 他们请了城里最好的炼金大师莱恩 都救不回来 只有求助你这个 通关了40层的炼金术师看看 莱恩冷笑 只有这个小屁孩 能有什么 What's that 直接你掏出一个黑色石头 按在伤者身上 脚下踩着法阵 人体炼成 就这样 死于一样的伤者 瞬间恢复了健康 他人都傻了 这是 闲者之实 你呵呵一笑 我自己做的低配版 刚才也不是治疗 类似于毒档 与此同时 伤者的信息面板 也在你眼前弹了出来 正在复制技能 阴眼 正在复制技能 精准射击 潜伏 正在优化身体 你愣住了 这还是你第一次 用人体炼成 没想到 还可以复制伤者的技能 顺手 把剩下小半块 闲者之实 按在卡吉胸口 小狼女一下修红脸 夏儿先生 这是 别动 我顺便帮你修复一下 陈年旧伤 果然 连带着把卡吉的战士技能 也给复制了一些 不过你盘算过 如果想要把身体 一目传思 大师莱恩忍不了了 这可是闲者之实啊 多少炼金术师的梦想 你就这样拿来泡妞了 你打开背包 里面 整整机器码了十几块 莱恩直接跪了 师傅在上 请受突然一拜 等利利斯 从小绿馆离开的时候 门脸显着懵逼 这小子 开挂了吧 什么时候变这么强的 连城里最牛的炼金大师 都给他下跪 不过他也无所谓 因为 在他的观念里 只要白思一出 到时候 你肯定就会立刻跪舔 双手奉上药剂 区区夏尔 还不是手到青来嘛 另一边 他回到工会后 剩极师菲利克斯也来了 他惊讶地发现 这几个大小姐 等级是低得出奇 只有30级 是怎么他们打成40层的 精灵弓箭手 希尔夫不以为意 只打boss 不打小怪就好了呀 反正每次夏尔 都会帮我们 规划精准的路线 菲利克斯满脸黑线 那你们之前 是怎么在三头地犬 副本活下来的呢 希尔夫甩出几个空瓶子 当然是夏尔 准备的火炕药机 反正是批量生产的垃圾货 火炕才200% 早就用完了 这浪剩期是 直接亚马呆住了 200% 也就 市面上 100%的征服药水 都得卖出500金币的天价 而当听到 那个批量生产这种药的 炼金术师 已经被踢出队伍 他心中 放入了100万头草逆马 奔腾而过 这种级别的辅助大跌 说踢就踢了吗 虽然很想骂娘 但一想到 三位大小姐背后的 太和金后胎 怀着吃软饭心理的 菲利克斯 还是强装笑容 那我们准备攻略吧 在三位大小姐 把你踢出队伍之后 很快发现了新问题 工会里没钱啊 原来金币 大多被拿来买包包 和装饰品之类的了 剩期是菲利克斯 真是突兀了呀 要不是为了大小姐们的 太和金后胎 他早跑路了 怎么都想不通 是什么样的人 居然能伺候这群大小姐 整整两年 顿时肃然起劲 没魔药 那就只能去买 希尔夫跑到魔药店 却发现你成了 这个店铺的大老板 原来之前的炼金大师 已经拜你为师 把家常都给了你 希尔夫要了20个蓝瓶 20个女生之类 20瓶火汉药剂 哼 算你是像 刚想伸手去拿 可你果断拒绝 小本生意 改不设账 莉莉斯撒娇道 希尔哥哥 我们可是当了两年队友 你冷笑 现在知道念旧情 早干嘛去了 不过表示 只要让你拿回 原先在工会内的行李 并且把药材员卖给你 非但可以送药剂 还额外附赠一种新药水 永恒寒冬 等大小姐们走后 昔日的炼金大师 莱恩跳了出来 师傅 你这套太牛了 你将我的元素周期表 简直太神奇 另一边 三位大小姐 开始攻略副本 上期是菲利克斯 给自己加了一大堆技能 什么圣光啊 勇气全部来了一遍 可等他冲出去扛怪的时候 却发现 大小姐们都在白烂 差点气了吐血 你们在干嘛 希尔夫嚼嘞嘞嘞 你吼了不大声干嘛 态度能不能好点 菲利克斯脸色一阵清一阵白 强压下怒火 那你们多少做点什么 隔下一秒 莉莉斯放了一个火海 地狱犬们 吸收了火元素 体型都变大了 菲利克斯塞波 还语言都出来了 天之了他妈的有多脏 谁知道 这会儿希尔夫 又是一根圣光爆炸剑过去 地狱犬们 被全部炸飞 甚至有几只 被炸到后排 盛奇是傻眼了 什么人啊这是 他只能被迫圆魂后方 可回防图冲 还结结实实 吃了莉莉斯一招炎爆树 哦 干嘛 对不起嘛哥哥 我也没想到 你会突然冲出来 好在这四个人实力 着实还可以 打的又是小怪 总算撑过去了 莉莉斯心疼的看了眼 法炮被烧出一个洞 都怪你突然冲出来 我的法炮都被炎爆树烧了 那可是初春限定款 这话不说还好 顿时让菲利克斯的腰子 一阵刺痛 看他一脸刺牙咧嘴的样 莉莉斯表示 我知道你很痛 但你先别痛 你损失的 这是一个腰子 我的限量款法炮 可是被烧出了一个洞 到了晚上 看着几个大小姐 睡着四仰八杀的样 菲利克斯咬牙切齿 这群蜂痴 总有天 我要把他们 变成我的心怒 谁都没有注意到 一股黑色的火焰 已经悄悄爬上他的手臂 恶度越来越快了嘛 时间一晃 很快过去三天 这个昔日高贵优雅的盛骑士 被搞得又当爹又当妈 什么生火做饭 指定路线 采集素材 差点过劳死啊 就算是这样 还经常受到队友们的嫌弃 说他做饭 没那个什么下饵好吃 很快到了 BOSS三头地狱选的地盘 经过几天的磨合 之前的队友误伤啊 不听指挥之类的事件 大幅减少 菲利克斯好一顿臭骂 都听老子指挥 过不了算我的 想到这里 他忍不住 生起一股自豪感 这么差劲的大小姐们 对把他调教得如此老实 那把他们变成心动的日子 会远吗 可他没注意到的是 站后排的莉莉斯 竟然直接丢了一个 覆盖全场的AOE大招 毁灭之光 菲利克斯忍不住碰我大骂 在这狗不分敌我的攻击下 他被炸了个浑身稀巴烂 凯瑟琳和希尔峰 也是躺在地上 爬都爬不起来 这俩大小姐 第一次面对 因为死亡的恐惧 好在关键时刻 莉莉斯掏出了 你给的那瓶永恒寒冬 一瞬间 刮起暴风雪 Boss的腿都被冻住了 众人趁机逃离 他们这边 灰头土脸的走在大街上 反倒是听到 小狼女卡基那边的消息 据说他们一路高歌猛进 在打第39层植物Boss的时候 直接用了你调配的密钥 白草库 Boss树腰 原地枯萎升天啊 陆伦们纷纷赞叹 感慨 夏尔大师的神职技术 这位大师之前 最重要的还不是别的 而是经过这次的失败 他们的药用完了 而且还没有金币 你是一个最垃圾的辅助 炼金术士 只会配置药剂和治疗术 队友嫌弃你太积累 无情将你抛弃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你还会附魔装备 你造了一把火冲 并且在枪管内 附加了十几道增强魔法阵 大人时代变了 大boss还是这玩意儿好使 这天 圣骑士菲利克斯 来找你附魔幸福铠甲 并且开出了极为高额的报酬 48层才会掉落的珍稀道具 太古邪魔之言 任务报酬过高 你虽然怀疑 但还是接下了这一弹 可没想到 等菲利克斯 穿上修复好铠甲的时候 却突然魔化 在大街上肆意破坏 差点一箭把你给砍了 好在 你用复制过来的技能潜伏 才勉强躲过 拖延一会儿后 教会的女牧师 马尔蒂达总算来了 一个圣光树下去 让他恢复冷静 接着 带会圣殿疗伤 这场事故 也让大家对你的附魔技术 表示怀疑 上门的客人骤减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 这一切都是菲利克斯 在自当自言 另一边 法师塔内 莉莉斯来着母亲借钱 他老妈 是踏定等级80的法神 可老妈却表示 最近资金 都用在竞选法师塔 第七席的一员上了 爱莫能够 不过 他倒是对你炼制的药剂 永恒寒通药水 很感兴趣 这种魔药 就能造出魔法 才有的效果 这样的技术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了报仇 你伪装成牧师 拿上十字下 偷偷摸到菲利克斯的病房 趁大家都来做祈祷的时候 一根注射剂 狠狠扎了下去 直接给他腰子干麻醉了 哦 菲利克斯 我的老朋友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周围人以为你们是旧伤识 眼睁睁 看着你把他 搀扶出了教堂 可等到了实验室后 你露出了真面目 让他二选一 是要被炼成无妖呢 嘲笑你是个被踢出队伍的废物 那三个大小姐 早就被他调教成了心怒 你笑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心怒 那我就把你改造成魅魔吧 可菲利克斯宁笑 太古邪魔之眼 在你徒弟手上对吧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已经陷入恶垛了 只要你放过我 我就求神母大人 帮他清除恶垛 听到这你笑了 丝毫没多想 就把这个圣题诗 改造成了魅魔 不过你突然想到个主意 把这枪梦的灵魂 给提起出了一半 狼汉们一拥而上 这时候莱恩也出来了 他此时已经撞落疯狂 只当你准备给他 来一发美式聚合的时候 他就扑通一声跪下了 师傅 瞧瞧你再给我扑你的作业吧 我真的好想学习啊 啊 侵害李批鹏 多么美妙的化学试啊 你一阵物语 恶垛 会让人内心的欲望无限放大 合着您最大的欲望 就是学习 用闲着这诗 给莱恩来了一发 人体练成回档后 这个美妙的夜晚就结束了 当然 也有很多人会问 徒弟莱恩 为啥对你这么忠心耿耿呢 你肯定是没有做什么 当然 你到底有没有趁着夜色 用人体练成 偷偷改造图里的大脑 这个谁也不知道 第二天 莉莉丝又来了 实在是没钱啊 他脸色羞红地表示 在大街转角 看到一只神色不清的美魔 看来昨晚 有不少流浪汉光顾了他 可是他更惊讶的是 这美魔 居然就是他曾经的队友 菲利克斯 他的真实目的 还是要找你再要两瓶 永恒寒通药水 悄悄从包里 拿出一条温热的黑丝 就两瓶 你的回答很简单 一个字 啪 三千金币两瓶 同手无弃 莉莉丝眼睛滴溜溜一转 记上心来 跟你说了 法师塔 已经盯上了你魔药店的消息 怎么样 这个消息值不值三千 你神色凝重 给了他两瓶永恒寒通 打发走以后 问起莱恩 发现最近 确实有很多法师 让他大批量 购入永恒寒通 莱恩也跟你说了个新发现 他在你的笔记里 看到了什么 人工智能AI这类的东西 他打算 把太古邪魔之眼 当作接收器和处理器 再改造一下 就能像AI一样 响应指令 再加上 有了会放圣工的小狗 以后再制作圣工那道具 就方便多了 另一边 三位大小姐的营地中 失去了圣奇石之后 他们就只能再找个大冤种了 莉莉丝小声提了个建议 我看夏尔的道具 做的的确是挺不错的 要不我们把它招回来 谁知希尔夫摆了他一眼 那种生活类职业 做的东西 城里到处都能买到 正好 心灵帝国里 有几个自由人 他跟魔后打成招呼 找个德鲁伊过来 他们找了个新大腿 德鲁伊 摇光 可打副本的时候 德鲁伊就发现不对劲了 这三大小姐 怎么等级都这么低 而且打起来 伤害就跟刮沙一样 就你们三个 是怎么跑到41层的 总算 在摇光这个大地的权力输出下 有间无险的 轻掉了小怪 三维大小姐都一脸懵逼 不对啊 这一次伤害怎么这么低 他们想起来 以前打副本之前 你都会给他们 怪一种极其难恨的魔药 难道说 是因为以前有药效增幅吗 精灵弓箭手希尔夫 立刻反驳 不可能 区区夏儿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 一定是我们还没熟悉新装备 不知道精灵多数取折 大跌妖光 才带着他的三个腿部挂剑 来到BOSS面前 可不同于小怪 三维大小姐的伤害 连BOSS的血皮都蹭不掉 被一顿吊打 眼看希尔夫 叫死在狗爪下 遥光咬牙变成了巨熊 怒吼道 特别的熊的力量 才把BOSS掀翻在地 莉莉丝见状 趁机往BOSS嘴里 倒了两瓶永恒寒冬 被冻成冰块 大家这才乱拳打死老师傅 通关后 众人灰头兔脸 是个傻子都能看出来 刚才通关 全靠了你炼制的那瓶魔药 想到这 三维大小姐 不用思考起来 当初把你赶出队伍 真的是正确的选择吗 正巧这时 你也牵了一条狗走了过来 哟哼 大家玩的呢 还是凯瑟琳 第一个忍不住开口 夏尔 之前让你推斗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你现在重新加入我们团 有这位德鲁伊大师在 一定能让你平稳登上 50层成就半身 可你却笑了 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 反过来 要请遥光加上自己的队伍 你们甚至 都不如我的这条狗有用 他说的 当然是大实话 这条狗 可是会放圣光的呀 金灵宫接手 希尔夫怒了 诸如 你找死 进入这种最垃圾的生活之夜 你想单刷失联之塔吗 做梦吧你 看他绝对想不到 你已经通过治疗 复制了上百个技能 什么魔力护盾啊 精神力屏障 各种辅助技能都在 更别说 你手上的枪 还附魔了几十个魔法阵 一枪过去 Boss原地下跪啊 很快 你们就一路杀到了第三十层 这份战绩 传得满城风雨 大家都知道了 一个生活之夜 虽然看单刷 打到了三十层 这种违反常理的事情 很快引起了各方势力的注意 首先 就是利利斯的母亲 所在的法师塔 她表示 你制作的药剂 已经能和强烈魔法媲美 这样的技术人才 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次 是圣堂教会 大牧师马尔蒂达 觉得你所展现出的神迹 定然要为神所用 不然 就是叛神 亵渎 再者 是精灵帝国的女王 自从看了女儿希尔夫 带回来的剑士之后 她就惊呆了 因为这个剑颠上 刻着十几个 诸如破甲 贯通神速之内的魔法阵 羽毛上 则是精准 稳定的附魔 这种技术 就连帝国内最好的工匠 都做不到其三分之一 希尔夫笑了 老妈 这种东西 是那个下降的人类 批量生产的 女王一脸懵逼 批量生产 不行 这个叫下降的人类 必须要拉拢 派出帝国内最好的神匠 不惜一切代价 要学到这门技术 临行前 她反复叮嘱神匠 记住 千万不能引起 这个人类大师的 一丢丢反感 她极可能 是某位隐居的长生种 另一边 就是马来王国 凯瑟琳回来 找自己的师父 剑圣莫非诉苦 谁都想不到 马来王国的 实际掌权人剑圣 竟然会是一只小萝莉 而且极少说话 凯瑟琳的配件 是你打造 她的观察完毕后 立刻决定去见你 剑上 有道理信息 凯瑟琳的懵圈了 被自己看不起 踢出队友的 废物垃圾 练经术士 居然能让敬爱 而又强大的师父 这么看重 你是一个 最垃圾的辅助 练经术士 可你 去用现代知识 和元素周期表 在魔法世界 造出了火箱和大炮 被你这些 神奇的东西所吸引 于是 马来王国的 剑圣罗里 就定来你店里 一探究竟 这天 你在店铺内 打造装备 忽然发现 一个蓝毛小罗里 就静静坐在椅子上 莫非 对你的打造方式 非常好奇 总是念到了什么 人体工学 力的分解 收入里角度之类的 新奇态词 你还以为 这谁家孩子跑出来了 抱过来 在怀中一顿乱抓 摸摸头啊捏捏脸 这下 可把健身大人的 CPU都给干烧了 他无敌于天下 十多年 从来没和男性 有过亲密接触 这 这人居然敢如此造次 就在这时 大门被一脚踹开 这间凯瑟琳 火轻火燎冲了进来 夏儿 你有没有见过 我是沃茄琳 看着在你怀里 修得满脸通红的莫菲 凯瑟琳整个人 都哑骂呆住了 不过 他在师父的眼镜里 看到了杀气 敢说出我的身份 你就死定了 他只能硬着头皮 被和师父演戏 说是师父 要出资五万金币 请你打造一把武器 可谁知你还没开口 小萝莉先说话了 十万 见胜 有钱 这短短一句话 给凯瑟琳CPU都干烧了 师父这是咋了 上赶子送钱呢 看到师父一脸乖子的样 凯瑟琳开始了疯狂脑补 原来师父 为了学习知识 绝能能做到这等地步吗 不愧是你啊老师 在凯瑟琳走后 你准备进入试炼之塔 角落里表示 爸爸太久没回家 要和你一起顺道去找找 于是 你们一路攀登试炼之塔 在31层的时候 碰到了一群 说要找你签名的粉丝 不过 你无情拆穿 这些人身上 都有强烈的魔法波动 显然不是一般人 果然他们对你发动了何为 好在 你复制过上百个技能 明面上等级虽然只有23 实际上 相当于49级的战力 更何况 还带着条会渗光的狗 和一把附魔无数的枪 魔法对红开始 对面砸过了上百个魔法飞弹 你只是呵呵一笑 大人 时代变了 一枪过去 一条雷龙喷出 对面人都傻了 不过 他们也学聪明 该用精神魔法攻击 接住石头的掩护 你根本打他们没办法 可就在这时 老法师发现 脚下怎么滚过来 一个圆圆的东西 发生什么事了 接着 轰隆一声爆炸 老法师当场倒地 痛 太痛了 他最后 想抓小罗里最妖邪 还好被你迪士兰下 抓起老法师 打算拷问 你践踏魔法之神的权威 我是什么 都不会告诉你的 可你一个治疗术下去 就负责了对方的催眠 幻象的技能 老法师双眼痴呆 在你的催眠下 毫无犹豫 说出了幕后的真正诸实 那就是 莉莉斯的母亲 法师塔八十节的半生 奈洛大人 这会小罗里 神情古怪 你在 保护我吗 那不然 你这么若不禁风的 正让死在他手下的远古几笼 怎么想 但对于他来说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 没听到过 我保护你这句话了 感觉 有点特别 接着 你把小罗里一把抱起 揉揉小脑袋 好了 咱们准备录营休息 明天一早 我就带你去找爸爸 莫非安营迷起了眼 不知道为何 他忽然希望 你一辈子 都不要知道他健身的身份 等回到魔药店后 天色见完 凯瑟琳上门拜访 他是来看看师傅咋样了 谁知 这回你看小罗里 无家可归 准备留他下来过夜 What 凯瑟琳都闷圈了 你们特别的有问题啊 怎么就要一起过夜了 而且看师傅的模样 居然 还有点迫不及待吗 愈愈愈逝 连忙阻止 夏儿 请立刻停下你的危险行为 否则 我将以马来王国 法律第156条 管卖儿童将你逮捕 可话还没说完 就收到了师傅的精神传印 马来法律 我定的 凯瑟琳整个人都懵了 另一边 由于偷袭你的计划失败 法师塔的奈落 头疼不已 这时候 莉莉丝出来献了个计策 虽然你不好对付 但你的徒弟莱恩 多少也掌握了你很多技术和知识 找他和找你 效果差不多 你还用现代知识 和元素周期表 在魔法世界 造出了电视机和直播设备 你能健身罗里 拿着摄像机 全程直播你打资本的风采 在屏幕中的你 一边火枪 一边手来 所过之处 怪物们被你炸得痛不欲生 纷纷直呼 大人迟带变了 你的三个曾经的队友大小姐 脸都绿了 什么时候 这个夏尔变得这么强了 能到之前 一直在隐藏实力吗 路人们纷纷感慨 你之前 本来只是一个队内 兢兢业业的辅助大爹 就是因为 当初三个大小姐 嫌弃你太废物 把你给踢了 这才喊累开启了 单刷模式 哦 这叫什么 明明有一个大爹 摆在我面前 我却没有好好珍惜 这一句句 讥讽 调侃的话语 气得今天公主谢尔夫 会是颤抖 他还在嘴硬 我就不信 这么一个垃圾的生活之业 能够靠自己 单刷超过50层 另一边 教会的大牧师 马尔蒂达 发现了你试图用直播 鼓励大家都去挑战 世界的塔 这会动摇到教会的统治 他当场便用练家 砸了你用来直播的 大屏电视 可忽然原地跪下 人在脑海中 收到了神明的旨意 神对这个东西 很感兴趣 想要自己亲自看看 另一边 你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小光人 他自称神明 对你造出的摄像机 啥得很感兴趣 就得征用 可谁让你小手一伸 打钱 这个小光人都笑啥了 嘎嘎嘎嘎嘎 小子 你还是第一个 该问神明讨要报仇的人类 你没说话 只是把手往前伸了伸 神明咋了 神明也不能当白条怪 我要一见三连 小光人大笑 嘎嘎嘎嘎嘎嘎 有意思有意思 让我看看 你在想什么 哦 神明又如何 我可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我又不是那些哈皮信徒 只要一道神语 就会把屁股都献出来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每说一句 你的脸色 就会难看一分 这还真是个大佬啊 独心术 小光人拍拍肩膀 哎 别紧张 毕竟是个神 独心术都不会 也太没逼格了吧 我和你聊天还挺好玩的 我已经几十万年 没这么开心了 不过你说的也是 毕竟 你不是我的信徒 来来来 吃完一巴掌抽上来 你脑瓜子都疯了 我与神明化压 神明给我一个大壁灯 不过 随着巴掌进来的 貌似还有某种东西 剑圣莫飞倒是知道 是神明给了你某种权柄 果然啊 你消瘦一挥 旁边的心理就消失了 看来是类似空间系的能力 而且 你还可以用一年操控 空间的零件自行组装 也就是说 你战斗之前 把原材料都塞进空间 就可以一边打 一边配置药剂 什么徒手挫AK 银河弹什么的 都不是梦里 哦我懂了 给大家详细展示一下 是啥样的 有了这个新功能 你在这见晟 准备先回家一趟 可刚到魔药店却发现 这里成了一座废墟 硝烟不断飘起 涂垫 我涂垫啊 则西一看 来人就躺在废墟中 半边身子都被炸没了 这种情况 就连闲着这时的就不回来 你眼眶都红了 这还是到异世界以来 第一个对你 掏心掏肺好的人 来人却虚弱道 师父 这辈子能遇见你 我已经够了 年轻时 我老婆和人跑了 当时穷困潦倒 年纪大了 虽然有点成就开了店 但感觉这辈子就这样了 还好遇见了师父你 为我打开了化学的大门 他掏出一颗小球 师父 这是我给你做的生日礼物 还好没坏 希望你不要嫌弃 祝你生日快乐 说完就闭上了言 你哭了 这个便宜徒弟 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这附近魔力波动这么强烈 一定是法师塔的人干的 还是自己太大意 让来人一个人 留守店内太不安全 就在无尽懊悔的时候 一个胖胖的精灵走了面前 请问 你是夏尔大师吗 滚啊 没看到死人了吗 胖子有点尴尬 呃 大师 你能浪浪吗 这人还有的救 从怀中掏出一个碧绿色种子 这是生命之种 在我们金利帝国 又是极其稀有的珍宝 胖精灵表示 他是金灵帝国的首席神将 只要你肯收他为徒 就帮你救人 这下来人的命 总算是保住了 你查看了一下店内的留影师 确认了犯人 这是法师塔的那群家伙 这回小狼女卡机也赶了过来 你肯请他帮忙借一点钱 你要购买原材料 杀上法师塔 可小狼女尴尬的表示 夏尔大师 我们宫贵的钱 全充了你们店的VIP了 正当你苦恼的时候 剑舍小龙女走到你面前 将一张金卡塞在手里 一百万金币 任何一家马来银行都可以取 听到这个数字 你人都麻了 这特喵还是个小富婆 莫非拍拍肩膀 这家伙 现在都没看出我这件事 也是离谱 在围观的人群中 大小姐凯瑟琳送的盯着你 不是吧 师傅 觉得把那张金卡给了他 师傅 这是什么呀 别乱动 这可是为时的嫁妆 想到这 他倒抽一口凉气 难道说 师傅你 不可能不可能 很快就把这大逆不道的想法 给甩出了脑海 你是一个最垃圾的辅助练金术室 只会配置药剂和治疗术 对我嫌弃你太垃圾 无情将你抛弃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你已经掌握了竞数人体练成 只要治疗 就能复制对方的技能 在复制了一大堆技能后 你为了给徒弟报仇 先来单挑传说中的法师塔 可围观群中们 马上发现了不对劲 夏尔大师 怎么什么装备都没带 双手空空如也啊 但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有零件 材料 都存放到精神空间内 现在你 就是能徒手搓AK的人型机器 法师塔卫生的护盾 非常复杂厚重 可你不慌不忙 摸出一个小球 就启动人工智能 自动解析 魔法阵最薄弱点 接着徒手练成了一根空气炮 一炮下去 魔法阵都给炸了个溪碎 一时间地动山摇 在法师塔人的莉莉斯 紧张不已 母亲的耳 夏尔已经开始攻击魔法塔了 这样的笑就不妙啊 谁知奈洛呵呵一笑 真当法师塔 外面五十多个防御局正开玩笑呢 可谁知 怀疑刚落 一声爆炸就在窗外炸响 法师塔被轰出一个大洞 这一下是啪啪打脸啊 耐露此时内心还是比较淡定的 继续夏尔 一个生活之夜 能翻出什么浪花来 让莉莉斯带着法师大队出去迎战 自己一个八十多斤的半身法师 亲自去对付他 也太掉价了 片刻后 莉莉斯带着一票法师出门 与众心肠地劝说你 夏尔 现在人做道歉 还来得及 不要酿成大祸 可话还没说完 你凸手捏来门激光炮 一声巨响过后 看着身边 被炸了七昏八素的法师大队 莉莉斯不敢置信 夏尔 你疯了 指挥着剩下的法师们 疯狂释放法师弹幕 面对漫天的弹幕 你身边的人工只能 迅速分析出对应方案 张开防御立场 拦截下了百分之八十的火力 唯一剩下的部分 也被你用激光炮给点了 这一下 所有围观的吃瓜群众们 都给惊呆了 天啊 没想到一个生活之夜练经术士 真的能做到单挑法师塔 如此清景 奈洛也坐不住了 只能亲自出门对付你 夏尔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半神之下 极为蝼夷 八十级的法师 果然不同反响 只是一出手 就召唤出一颗 盖住整个屏幕的超大陨石 在这种碾压底别的 法术镜头面前 任陪你荒庸再多 也没了办法 毕竟等级差 摆在这儿 只能咬牙 保住敦防 希望被打到的瞬间 用闲止之事疗伤 还有一丝概率存活 可预想中的剧痛 并没到来 许而代之的是一片风平浪静 只见到 剑圣小萝莫菲 站在你面前 小手一胎 那颗运尸 就给按了暂停一键一样 在空中定格了 接着与一键批斩 运尸直接碎成了渣渣 这一梦 给你CPU都干烧了 感情我 一直抱在怀里 乱上的小萝莉 居然真的是剑圣啊 莫菲道 我们半神打一架 小杯的事情 他们自己解决 奈洛真的是兔了呀 这马来王国的剑圣 怎么会站在你这边 这一下 他没法出手 你开启了火力全开模式 练成滑阵 不信在脚下 手中疯狂粗出 C4渣男 一个接一个丢出去 就这样 奈洛也被打得没了脾气 只能乖乖认从 在提出和女儿一起 抓住未来的一系列条件后 你接受了条件 解决完法师塔 你继续开始挑战 试连之塔第50层 并且全称开启直播 经过一番苦战后 你干掉了boss 通关第50层 也是冒险者 正式晋升为半神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中 神明会授予你钱柄 并且要预言 会昭示你未来 可能达身的结局 在第一个结局中 希尔夫 利利斯 凯瑟琳三个妹子 都反过来成了你的天狗 他们一个比一个娇羞 对你互相争抢 从此以后 你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第二个结局 是你登上了 马来王国的宝座 作用无尽财富 引起了见生莫非 从此一通天下 第三个结局 是利利斯和奈洛 一起抓住了未来 你带领法斯塔 称霸大陆 第四个结局 是你带领了圣堂教会 背后都长出了八只翅膀 手持圣剑 统帅十字军 把全大陆都归去为教会成员 大牧师马尔地达 人都傻了 不是 神啊 夏尔不是被称为霍然之源吗 他为什么 能带领整个圣堂 成为救世主 吃瓜的群众们都看懵了 夏尔大师也太狠了吧 马来国王 法师塔之主 圣光救世主 还有他当不上的玩意儿嘛 好了 练机叔叔系列 到此第一季 就宣告完结咯 感谢大家一路追翻呀 本作改编子 翻写小说 手机章章作品 不要小看 生活职业 后面的剧情 有点不能播 简单来说 就是太棍涌了 你们懂的 感兴趣的话 大家也可以自行查阅 目前进入赛 小说55章 那么我是猪猪 我们下个电子炸弹系列 再见啦 拜拜